然后人工智慧强于分析不善于合成 分析是什么意思 分析就是说你给我一个系统 我把它拆开来看 然后我知道里面的元件一个一个都是什么东西 那合成就是倒过来 比方来讲一个脚踏车给我 分析出来说里面的元件 每个元件是什么什么什么 这是一个分析的过程 那合成的过程就是倒过来 我跟你这些必要的元件 我们怎么样设计出不同风格的脚踏车 举个例子 药就是这样的东西 意思就是说 我们现在有办法建一个类型经网络 你给它很多很多的药 然后你告诉类型经网络 每个药的成分是什么 然后再告诉他 这个药的功能是什么 是头痛或是消炎 或是降血压类似这个样子 学学学学到最后以后 你再给他一颗药 然后告诉他说 这个药的成分是什么 他大概就可以猜出来 这个药要做什么事情 这叫做分析 那合成是什么 我现在要治什么病 你帮我开发一个新药出来 新配方 他没有办法 类型经网络到现在没有办法 为什么 因为合成所需要的变数跟变数之间的互动关系的资讯 要比分析多非常非常多 我们在现有的药里面 不管什么变化 各种药的搭配大概有一定的脉络 那有很多的化学物 我们是从来没有搭配过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它的互动效应是什么 所以这个时候要涉及新药 就会有所困难 那人就常在合成上面至少比machine learning强很多 那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machine learning 东西没有办法套要性的思考 举一个例子 这中华电信 这个卫生子利用逼出7万多个二G用户 那以前用这个都是想说 花费什么优待 手机送什么apple的 类似这个样子 就发现了有些阿公阿嬷 这个就是不肯升级 那后来他就送 也没有送多少 就送这样子 五月花卫生子 然后本来20万户的 两个月就逼出来7万多户 你锐减7万多户 然后这个很厉害吧 这叫做thinking out of the box 我特别要强调 这是在安死之乱之前 不是安死之乱之后 那这个就是跳跃性的思考 内生机网络基本上是这个样子 他只适合做内插 不适合做外插 在你没有给他data的空间里面 他是不知道要做些什么事 那如果你一定要让他做的话 他就乱做给我们看 他一定会给答案 只不过那些答案没有意义 那另外一个是没有温度 没有温度我以前都觉得是一个缺点 比方说在医疗行为上面 你愿意听电脑跟你讲说 颜先生很抱歉 诊断结果是癌症 你大概不太愿意 那事实上医生对我们的态度 是真的会有所影响的 这是我记得是红兰写的 他讲美国做的一个实验 那控制组跟对照组 就是麻醉师 麻醉师其实非常非常重要 他看到说跟我讲说 颜先生明天你要手术 我是某某大夫 明天我要替你做麻醉不要担心 一切都会平安 说完就离开 那实验组就说 他们握着病患的手 眼睛看着病患 微笑说不要担心 明天一切都会顺利平安 聊了五分钟才走 那两个组的病情 年纪性别都经过严格的控制 刚刚讲的各项的 我们说人口统计学的因素 都没有显著性的差异 可是呢 实验组病患 所用的直动剂 就是控制组一半 然后比他更早2.6天 所以这个人的温度效应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不过千万不要觉得 没有温度就是百分之百是缺点 这是宏兰写的另外一篇文章 这是分钱 现在呢 有人校长给我100块 请我随便跟这个 在座任何一位分享 那我们大家都顺便评深 那如果呢 我分了让你觉得不开心 你可能就嫌不够 你就可以拒绝 那到校长就可以把这个钱 全部都收回去 那这个做实验的时候 甲跟乙基本上都不认识 树妹平生 所以也不是说 我对你个人有什么 It's nothing personal 我只是爱钱 我就多留一点 那问题就是说 以理性的角度来讲 你只要能够分到钱 反正都是多的钱 那又不是对我不爽 那不拿白不拿 可是你发现 人真的会不爽 那不爽的那个临界点 在什么地方 因人而异 但是可以玩一个游戏 少于假的五分之一 大七成六的人就说 不玩了 我一毛都不要 三分之一就是七percent 可是有趣的是什么 如果假 如果是电脑的话 宇宙都没有意见 所以如果我们车馆会 以后是电脑的话 我们学生大概就不会有意见 那这个在食物上 事实上有很大的implication 那你不要觉得 这个事情没有发生 已经发生了 像那个重要的比赛的时候 常常就发生这种事 球有没有打出去 然后大家吵得很不开心 那甚至于这个是 早年的火爆浪子 麦克罗 他就把摔球拍 折球拍当场折给你看 那现在不是 现在大家可以抗议 三次 只要抗议有效 这三次一直维持 抗议无效 三次变两次 两次变一次 以此类推 大家都看电脑重播 重播出来是怎么样 就怎么样 你看这个世界级的比赛 是very competitive 第一名跟第二名 奖金差很多 而且每球都是兵家必争 大家全部打得边边脚脚 所以差一球就差很多 这种制度建立以后 从来没有一个选手 包括世界级的选手抗议过 因为电脑播出来 就这个样子 对不对 可是这个东西准吗 到每一个场地 都有一个校正的过程 然后受到光线的影响 受到场景的影响 然后那球你又相信 上百英里打出来 每个球都是变形的 哪有是一个圆的球 然后画的线 难道真的是直线吗 这些校正没有错了 所以身为一个工程师 我可以负责任跟你讲 那个系统一定会发生误差 但是是因为电脑讲的 所以大家都不堪议 所以人的以后的很多纷争 也许可能因为这个样子 会变得好一点 举个例子 台湾以后每天 现在就是这样子 每天都有医生被告 那被告以后医生就怎么样 防御性治疗 不该照片子还是照 不该做厌血的还是做 那很多都是侵入室的 或有放射线 但是他们要自保 对不对 那以后呢 如果有智慧型的诊断系统 那你告我就告诉你说 这不止我的判断而已啊 电脑AI也这么说 所以呢 到法庭上面 或者是病人的理解上面 也许就会比现在好很多 好 那AI的发展 我个人认为 短期中期 这跟长期会是这个样子 那我先要把Harper Simon搬出来 这个已经是一个大事了嘛 终身成就不可申诉 他在1957年的时候 这个时候 他说过一句话 他预测 电脑大概会在 10年之内就打败 世界冠军 就1967年了 结果真正打败了 我们刚刚讲了嘛 1997年 所以像他大事都预测错 我一定有会预测错 参考参考 短期呢 应该就是财务工程 Financial tech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大家去看银行 金融产品 存款 各种的处理 都完全已经数位化 对不对 所以既然数位化的程度那么高 要投入这个东西 就是最容易 也事实上 他们也都投入 那另外一个在中期呢 就是自走车 Driveless Car 那你千万不要想 就自走车 就是车电脑来开 没有那么简单 我如果没有看错的话 它会是下一波的工业革命 为什么 第一个 机械系跟电机系的 资工系的人 一直在想一件事情 怎么样把我们双方的 旗舰产品结合 电机系的旗舰产品 一定是电脑 每家都用 机械系的消费旗舰产品 就是汽车 汽车怎么跟电脑结合 以后装个GPS也不是 卡拉OK搬上去也不是 对不对 汽车能上网也不是 自走车就是 所以大家投入得非常非常凶 Intel随便就花个几百亿 只是建一个平台 不是把车造出来 这也是Toyota写一个软体 就花成立公司而已 软体3000亿日币 有了自走车以后 这种事以后就不会发生 电脑一定不会喝酒 电脑也不会疲劳驾驶 疲劳驾驶事上每年伤害到的人 多得不可申诉 只是很难预估 也不会大家车不让救护车 自走车一定会让开 以后的自走车 同样的道路面积输售量会更大 为什么会更大 你会发现常常等于红绿灯的时候 车龙是慢慢一步一步在推动 大家先要把安全距离拉开 自走车以后不是自己自走而已 大家靠近以后网络可以连线 你可以授权说 我们大家既然都是有高雄到台北的 有你当领头羊 我们全部跟你 这个技术完全就有了 网络连线有什么困难呢 所以要加速的时候 大家一起加速 要刹车的时候 同一步车会去把指令传出来 我要怎么刹车 控制权全部交给我 所以大家的行车距离就可以说得很短 我不敢讲10公分20公分 但一两公尺 电脑控制精度一点都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的土地面积 使用效率就高很多 另外一个养车 你看我们现在科技实在是愚蠢科技 你知道吗 我买一部车 目的只是要把我这个100公斤不到的人 从家里送到学校 结果那部车要1000多公斤 大部分汽油是浪费掉 我买了一部车以后 一天24小时用到的可能只到1小时 可是这个车风吹雨打太阳晒 每天都在那边败坏 对不对 所以很多的maintaining style 这些钱都那么贵 你知道台北买一个车位 动不了好几百万你知道吗 不 大家都知道 所以以后自走车以后 就会有个车队出来 全部都是公司经营 反正会自己走 你随时叫 他随时到 我就不必养车 然后就像这样子 car on demand 还可以挑自己喜欢的车型 颜色 必要的时候还可以car pool 他给你discount 反正app 对不对 然后而且更重要的 green energy变得可能 现在我用电动车很讨厌的一件事 他续航力不够 我还找一个地方 替他充电 充了以后要能跑多少 那以后是自走车 对公司来处理这件事情就好 所以绿能就会变得可行非常非常多 那当然汽车厂的销售就会大幅下降 这是我们机械式的困难 这以后包括一般小车车 现在已经有了 这个大货卡也开始做这样的事情 那个pizza heart也开始 Dominion也开始用这个小摩托车 在送pizza 所以呢 强AI能不能够突破 就先看外来的十年 自走车能不能够真正的落实 中国大陆已经非常积极 在做这件事情了 哪一天 如果中国大陆 它的自走车已经满街跑 然后呢 我们还在这边坐这个 这个 那这个什么 车啊 那个怎么 不是 去那个 铁轨的那个车 轻轨的话 身为一个台湾工程师 那就是我痛哭流涕的一天 那就是我身为一个台湾工程师 痛哭流涕的一天 好 长期的发展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有两个走向 第一个是智慧医疗 那不过这个东西并不简单 IBM Watson 大家刚刚听过嘛 这非常强的一个电脑 他后来做完那个Jupte以后 他就跟医院合作 跟一个很有名的Anderson 癌症中心合作 那希望说啊 以后那个症状啊 病理报告啊 新的paper啊 期刊啊 然后呢全部整合起来 帮助医生制定 诊断跟医疗策略 这是当初做的事 这是Watson 去年的2月 Anderson说 拜托 我给你3900万美金 Get off my bag 不要再烦我了 我宁可赔钱叫你走路 发现了 没有开发出任何一个 可以用在病人身上的工具 他们把这个问题想得太简单了 然后现在这个东西是一个通病 就觉得machine learning用的时候 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 哪有那么简单啊 我自己是跨领域去做医疗的 我刚开始刚过去的 我也是受学习训练 你知道吗 看一个paper花了三年 我才觉得比较comfortable一点 看medical的paper 花了三年 那他现在包山包海 不对的 应该是说病有很多种 争取不同的病 发展不同的模组 先各个急迫 不要一步就登天 但是这个东西一定要做 因为各国的medical cost 不断在增高 大家 我做这个领域 常常有个错误的想法 都觉得说 做医疗是一个弱势的 以经济发展来讲 是一个弱势的领域 我们要强势 我们就做手机 做汽车 做无人飞机 这样子可以处置经济发展 其实不是的 医疗这个东西 没有任何一个系统 比人这个系统更可贵 我生病之后 我这个国家的生产工具 就没有生产力了 我还会拖累家里的人 但是如果政府 可以有一个好的医疗系统 把我们这些人都照顾好的话 那我们这个国家的生产力 是不是就可以超越别的国家 这是一个经济发展 最强势的工具 而且它的cost 实在美国以后真的会 包在GDP的两层三层这个地步 然后在下一步 我会觉得说 是个人智慧幕僚 现在已经有维安小兵这个东西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 你可以跟他聊天 因为Amazon出了这个东西 就是智慧喇叭 智慧喇叭不是只能蓝牙上去而已 你可以跟他讲 跟我讲个笑话 帮我放条歌 然后可以跟他打屁 他真的会跟你打屁 然后还有小爱 我没有用过 我听我用过的朋友讲说 他的声音好嗲 宅男听起来觉得好舒服 以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叫Digital Twins 意思是什么 我们的数位双胞胎 我们现在每天常常被资讯 不同不断的资讯 大量的资讯 Email全部都进来 烦得不得了 那目前的技术像Netflix一样 他现在已经会读心了 根据我们的使用习惯 跟我们的区域条件 我爱看什么片子 我看片子的行为模式是什么样 是一口气 引提一到四二集 全部都干掉 还是说看的时候都快转快转快转 他会判断 我爱看什么 所以每次不同的用户进去Netflix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的荧幕推荐的影片 都是个人量身化打造 这样子才能促进他的业绩 那以后呢 他也可以读我们的新 只要你让他进入 他了解你所有使用APP跟PC上面 所有的通讯习惯 包括你跟你所有的联络人的互动模式 包括你写的所有的Email 了解你的书写习惯 你的文章模式 那他当然可以Personalize Personalize你的Search 刷掉一些假新闻 然后呢 这些东西啊 圣诞节都是假的 他也可以帮你刷掉 那Email呢 他都可以帮你回 当然呢 你也可以要求他回之前呢 让我看一下 然后他笔法呢 绝对不是那种罐头笔法 他就是你的文法 你的持续 就是你的数位双胞胎 所以呢 他也可以跟你讲聊天 讲话 然后呢 所以You're not alone in this alone 他会变成一个陪伴的人 基本上就是Advise Help Guidance Support 我会觉得这个东西是真的可以落实的 这个有非常大的想象空间 每个人都希望 我至少我很希望我有个数位秘书 每天帮我处理这些大量的资讯 甚至主动帮我看 帮我去搜寻我想要的资讯 然后不断地给我良心的建议 那如果对年轻人来讲 比方说人会变的嘛 对不对 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 忘记出发心 比方说我在20岁以后 我做了一个数位的 我的digital twin 我把它存下来 到我50岁的时候呢 我再把它拿出来 当我的秘书 看20岁的我 会跟50岁的我 怎么样对话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东西的想象空间 那我觉得digital twin 技术是理论上是可行的 然后冲击会非常非常的大 然后会很有价值 那大家讲到AI的时候 通常都讲到terminator这种 那很多人都这么讲 叫Harkins也这么讲 他又不懂AI 你最气的就是这种 就是没有做过AI的人 在那边想象 他说要怎么怎么做 就好像我们系上的教授 一个老教授就跟我警告说 你千万不要在网路上面买东西 要杂变很多 你知道吗 他根本就在网路上 他一次都没有买过 我雅虎是300次成交的买家 路听也超过100次 你跟我讲说不要受骗 这样有没有搞错 那事实上AI跟这样 我们训练小狗一样 Good door back door 靠主人训练 那李开复 他也是Kanekin Manish毕业的 是说包括这种人工智慧危机 是说不是奴役人类 而是会让人类上市 都是无所事事 我的想法比较不一样 我觉得AI真正的危机是什么 这个就是我的旗王 他在Tag上面给一个talk 他是当年当着全世界被AI打败的人 他就说 Don't feel intelligent machines What was that 事实上西洋棋被打败以后 西洋棋 他说也不是没有人 大家都不玩西洋棋 现在全世界还是很多的西洋棋club 人对这个喜好并没有真正的消失 然后我会觉得以后最可怕的东西是addiction 现在已经很多人 包括我在内 回家就开电 包括我在内 今天刻意不带手机来 要没事呢 就会被他绑住 去滑他 那有的人呢 就宁肯要毛小孩 不要争小孩 如果以后AI就做得跟这个一样 那我也真的 很多人就会 就选择这样的东西 所以以后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AI出现以后的social isolation 人就觉得靠AI就够 那social isolation会是非常非常大的问题 我自己也是这一两年才理解到这个问题 就新经研究发现 比方说我们不喜欢肥胖 它是因为它会discreate my expectancy 那我们的存活的时间会变短 肥胖 drinking smoking loneliness loneliness的影响最大 台湾现在已经超过五分之一是独居户 韩国差不多是四分之一 瑞典呢 快一半 瑞典的斯德哥尔摩 快一半 美国各大城独居户都差不多四成左右 很多都是这样子 人跟人互动的时候 跟top online或facebook互动的时候 我们的赫尔门反应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进化过程之中 人就是要靠跟人之间的合作 才能够在丛林这个法则之中存活下去 那如果是loneliness 杀伤力真的会非常非常的大 那回到我们最关心的 台湾的优势 看台湾的优势 以前先看世界的发展 以后的AI大概就是两个国家 可以想象 那美国的优势是技术跟人才 那最好的公司 不好意思 AI公司大概都在美国 然后最好的学校 大概也都在美国 至少美国的数量最多 那中国的优势是政策跟数据 那比方说 什么叫政策跟数据 比方说基因 台湾就千万不要做基因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个子法 然后我基因为什么要让你看 你看我的基因以后 搞不好以后我的医疗保险 保险公司就不卖给我了 或者是费率就会提高 可是中国大陆呢 中国大陆说 现在要做基因计划 大家基因全部交过来 它是极权国家 这就不是第一天的 然后它有13亿人 对不起 现在可能14亿人 Big Data 我们怎么跟它比 所以要躲开这个部分 那他们呢 不像我们规划 就是还很粗浅 他都谁要做自动驾驶 谁要做程式大脑 谁要做医疗影响 谁要做智能语音 公司都已经 上面都已经派好了 那我不知道 共产党可不可以落实 这个东西 这个有时候都是 政治人物 所以说而已 但是至少有这个政策上的规划 看起来他们的企图性 是非常非常强 那李开复说过一句话 台湾根本就没有机会发展AI 李开复大部分讲的话 我都赞成 包括这句话 不过是这个样子 AI分成强AI跟弱AI 强AI就是 希望这个AI跟人一模一样 包括自然语言处理 包括语相处理 自首车这个东西 这些中国美国都在做的东西 我们碰都不要碰 闪开它 因为我们一定做不过它 那我们做什么 Week AI 那这也是今天 我衷心想跟各位报告的东西 台湾现在AI真是无限上纲 什么东西都讲AI 我是AI30年的老兵 30年没有人问 看到AI那么行 真是百感交集 国科会计划 科技部计划丢出来这个 我一个都没有申请 我这样讲实在是很骄傲 但是我就是不再也不想走这条路 那AI无限上纲 就是大家就跟着它瞎跑 那也不知道AI在做什么 也不知道它的上线 也甚至不知道 对它有什么样正确的期望 那我举它 我母校的例子 大家知道 AI只是我们刚刚讲 五个方法学里面的其中一个 那它不能取代前面四个 正确的用法 应该是跟这四个方法学互补 对不对 实验还是要做 数学模式还是要出来 对不对 不能把它当成黑箱子来用 我母校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历程 讲得刚刚好 在1984年 我刚到美国的时候 那是PC刚刚出来的 大家都觉得PC是未来 Personal Computer 确实大家现在都在用 所以美国那时候的大学 有一个普遍的趋势 就是Freshman进学校的时候 每个学校规定都要买电脑 那我们学校 这个我们学校真的很特别 我们学校CS 至少在我那个时候 Computer Science 没有大学部 没有硕士班 只有博士班 博士班只有七十个人 我在那边五年 我们台湾只有一个 一个人在里面 然后呢 但是整个department 大概有四五百个人 所以它是倒过来 那我们学校那时候就说 不必买PC 它根本就没这个规定 那你说这么strong的 一个CS的名项 为什么要大家觉得 不要买PC 没有要求大家买PC 它说很简单 PC不是未来 未来是什么 在1984年的时候 学校说是networking 它说networking的时候 它也不是说 大家去研究网络 不是这样的做法 就好像现在 也不需要大家去研究AI 它的做法是什么 我把networking的environment built出来 所以那时候Vax 这个PC someworkstation 全部都可以传在一块 email那根本不是问题 virus system 防制系统 virus一出来 我们就有antivirus的问题 那时候就有云端备份的概念了 是我的workstation的硬碟 都有人在备份 我们学校都有在备份 所以它是把网络环境建出来 然后让大家说 你看用了网络以后 对理工做有什么 这样的帮助 然后大家自己去 斟酌在怎么样利用网络 发挥自己的 增加自己的生产力 但是我们也有很多系 有心理系 有drama 有管理学院 有理学院 工学院 一般都有 我们学校里面只有一个系 它要求学生 一定要买PC 要不然猜猜猜看是哪个系 通常他都不想猜 直接给答案好了 Wine Arts 艺术系 因为他说 Digital Art 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未来 所以后来的皮克斯 这些公司 早些很多人才 是我们学校出来的 我真的佩服 他们的眼光 那时候最好的PC 都是我都跑到 那个Fire Art 它Department用 他们的PC Class用 他们的电脑是最高级的 那时候的最高级 那我也会觉得说 台湾 AI不能无限上纲 不是每个行业都往这边转 那你要 只是要把这个环境建出来 观念建出来 让大家知道说 AI的重要性 但是也是要像 我们这个学校一样 Identify 一个Department 最有前瞻性 那这个最有前瞻性的东西 其实真的就是医疗 因为台湾的 第一个医生素质 真的非常非常高 然后他们现在 因为健保的关系 也过得很辛苦 也很想找新的出路 然后我碰到医生 因为医生们 如果讲得不对 都多见谅 我跟医生互动 大概有二十几年 我感觉是这样子 台湾的医生 被健保压得很厉害 然后非常非常辛苦 但同时 他也想维持 他现在还不错的收入 所以在这个圈圈里面 一直绕不出来 如果可以找到 另外一个出路的话 我觉得他们是有意愿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 当这些医生 在面对这些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时候 会有两种复材的心态 第一个呢 害怕被取代 所以多多少少会抗拒 但是第二个呢 毕竟他们是非常聪明的人 他们觉得 Eventually还是挡不住 那不如这样子 就直接拥抱AI 所以他们真的是 有心这么做 所以我自己 这几年真的发现 台湾的医生 基本上已经是准备好了 但是呢 台湾的产业界 在我接触 我很厚脸皮 我就直接跟产业界接触 大部分都没有准备好 电子五哥门 没有一个到位 然后呢 讲这些东西 他们都全部都听得懂 我真是 有几次就是 跟他们终极 心理人先沟通 然后见两三四面以后 就是我要见你们CEO 那不见 见不到就算 那以后就不必谈了 我也不会一个人去 比方说台湾睡眠医学学 学会的理事长一直去 然后讲这个东西 他们全部都听得懂 但是就是没有办法下决心 然后态度非常的保守 还是代工厂的心态 那接着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是讲的是说 AI技术的发展 那刚刚讲过嘛 他预测的都错了 那我预测当然也可能是错 我想Cloud这个东西 会继续延伸下去 变成Machine Learning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Big Data一定也会继续扮演重要的角色 那接着就是硬体 硬体一定会到位 包括Google 包括Intel 包括华为 包括联发科 硬体都全部做出来 不过大家知道 现在硬体做出来是做这样 它只做半套 半套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 它是一个要必须被训练好的内神经网络 这些内已经训练好了 放在你的机子里面 或者是说它就是一个晶片 然后里面的那些学习好的参数 要从云端下载下来 它本身不具有学习功能 好不好 具有线上学习功能 就在手机晶片就要线上学习 现在还做不出来 那所有的学习功能都要送到云端去 那记住一件事 送到云端的我们的资料就是它的 我们的资料就是它的 那以后要走另外一个 大家可能有听过 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无所谓的recurrent network 就是说内神经网络的判断 machine learning的判断 基本上就是yes no 或者说反正就是做一个单一的决定 那recurrent network是这样子的 它说就好像这个投球的动作 最后投出来什么样的球 球值怎么样 球数怎么样 不是单一动作 是每个动作 每个阶段 共同的结果 所以每个每个阶段 就是你把它变成一个多阶段的决策过程 整合在一块 然后再决定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你会发现很多事情事实上都是这个样子 比方说语言文字的处理 一个句子 你没有办法看单字 每个单字独立来看 你一定要把它整合在一起 上下文以后才能够做判断 所以recurrent network会继续走下去 那另外一个 大家可能听过 叫做self-supervised learning 就是说 AlphaGo 只有跟你讲说 我现在已经不需要奇谱了 我就可以自己学 然后比原来的AlphaGo还厉害 我觉得在围棋 这个狭义的范围之内 这是可能的 但是我也觉得 self-learning这个东西 是个overstatement 言过其实 为什么 因为只要是人做不到的事情 machine learning 人工智慧 一样会很困难 我们就看我们的资料 就是文盲人数 不管是年轻年的比例值 或是总人数 它是逐年下降 文盲是怎么消失的 上学 接受教育 一个人不是接受教育 从常都没有受到知识的 正式的教育训练的话 他会什么东西 甚至于一个小孩子 从小出生 就没有人跟他讲话 他就不会讲话 就是不会 他就没有所谓他的母语了 所以知识 训练 教材 绝对是重要的 self-learning我觉得是 言过其事 那另外一个 这个就有一次 叫做深层对抗网络 它是什么意思 看这图很复杂 其实观念很简单 我们刚刚是不是讲到说 本来以为自走车 是一个劳力秘籍 技术秘籍的产业 后来发现 技术秘籍 资本秘籍 后来发现 每个场景都在这边 标标标 标死了 这个就变成劳力秘籍 那为什么 因为你就是需要 big data的训练 不同的路况 射出于同一个路 不同的气候 那这个 花那么多人工 这是很讨厌的事情 我们就想一件事情 data 可不可以用软体的方法 把它伸出来 那怎么做呢 这个一看就知道是 游戏机的场景 PS3 X8都这个东西 里面一样 道路所有的状况 我们都可以模拟出来 只不过你知道 它是动画 那一个真人的影像 可以透过电脑演示法 把它变成卡通话 现在要把这个路 倒过来做 就是我要把这个 影像把它实景化 变成真的模拟 为窍为真的 真实影像 那这个生存对抗网络 基本上就会有 两个类神经网络 第一个类神经网络 这要干什么 就是说 你给我一系列的资料 画面 这都是真实的路况 用照相机 摄影机照下来的 你给我另外一系列的资料 这个都是 动画产生出来 我这个类神经网络 就是专门来分辨 这两个都不同 看出不同以后 我就告诉你说 你做的是这个动画 我有看出来 然后这个动画产生器 就不断地在修 它的动画的演算法 因为你有告诉我误差多大 我的目的就是让这个误差消失 我不断修我的演算法 修到最后 我让你分不出来 那在这个过程中 它还会动 它也会变更聪明 你变 我也要跟着变 无论如何 我就要分出来 所以两个会在那边对抗 那它就是要负责生 生Data出来 那现在一个程度 这个都已经开始做得到 好不好 那以后Data 如果是可以自己产生的话 那Machine Learning 就可以更快 走得更快 那另外一个 就是道德基金讲的 其实类神经网络 整个的精神 就是在这边 道德基金里面讲的 人法天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就是说 类神经网络 基本的概念 就是看大脑怎么运作 所以呢 所以呢 以后呢 我们要更仔细地观察 大脑的基本运作方式 然后从中间得到灵感 然后开发新的演算法 我讲的是真的 过去二三十年 很多人做这样的事情 它从很简单的那个细胞 就是细胞不多的生物 在培养它 看它的视觉神经 它在成长的过程之中 是怎么样连结 然后看看 从中间有没有办法 找到灵感 设计出来 专门处理视觉的演算法 不过不容易 这个当然也需要跨领略合作 那另外一个挑战 另外一个类神经网络走向 我不是讲养猪 今年我们中山大学的计划 AI计划提出去 基本上全部都被人家 reject 都没有过 那有一个老师 抱歉忘了 他大名 他提了过 我们就问他说 你做什么 他说我就水底养殖 就鱼虾在水里面 大家都看不到 这个所谓气温的改变 水质的改变 饲料的改变 到底造成什么影响 你知道很久以后才知道的事情 大家在水里面放camera 来观察大家的生态 我觉得很高明 那阿里巴巴也做类似的事情 刚刚也看到牛脸的辨认 就是让养殖业做得更好 我的意思不是说 以后AI的重点发展是在养殖业 我的意思是说 AI以后的发展会进入各行各业 尤其是民生产业 就看大家怎么用 好不好 就看大家怎么用 那在这个过程之中 我想最后的时候 我也大致讲这个例子 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要大家自己 我们大家共同来观察 至少是我刚刚讲过 我个人认为是 下一波的工业革命 因为它的影响实在是太大 为什么太大 它不是改变交通秩序 它会改变整个的产业模式 以前Internet出来的时候 是透过资讯网路 把我们大家的资讯跟互动 可以隔空连接起来 那时候才会有很多想法 就是电子商务 我以后不要电面了 我做个Amazon 来做些些这个东西 可是Amazon刚开始做的时候 是一塌糊涂的 为什么一塌糊涂 因为它到最后才发现 电子商务还是有两个传统的东西 必须克服 第一个叫做仓储 第二个叫做宅配 因为你真实的物理世界的距离 仍然存在 早期的Amazon 我不骗你 它的送都是用美国邮局在送的 到了圣诞节的时候 邮局哪送得了 等到你说到礼物 都不知道圣诞节什么时候了 大家都把Amazon骂爆 所以Amazon在想 这种不行 它设立它自己的仓储系统 全美国设计很多很多的东西 你想以前的网路 是大家虚拟的连结 但是物理距离还存在 自走车可以打破这个物理距离 意思就是说 有一天我想出去玩 我就自走车来 我上了自走车以后 他问你说你要到哪里 我说我今天要去看电影 国賓影城 他说 颜先生国賓影城 你要不要跟我买票 八折 我想不错 买了 然后自走车继续跟我讲说 既然买票 要不要吃个泡共和可乐 你有买票 七折 不错 那就一起买了 那在编走的时候 他问说 颜先生 看电影完了以后到哪里 想去吃饭 你要哪一家餐厅 我帮你安排好不好 六折 那说我不想吃饭 我想带回家 可以啊 哪一家 我帮你订 六折 而且我保证 我到DRYSOO门口的时候 热腾腾的汉堡 刚刚好到位 你等都不要等 为什么 全部networking 那我讲的只是 众多商业模式 其中的一种 以后人跟人之间的连点 Mobile Retailing 就是那个商业小贩 什么时候要推到什么地方 他激动决定 你要吃什么零食 点一点 他自己跑到人家门口 所以整个的社会生活形态 都会因此而改变 那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 因为 由谁来启动这个改变 Google会说 我要坐自走车 你会发现 每次Google出车车都啄啄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所有的一线大厂 都不跟他合作 比方说GM 我自己投个10亿美金 我也不要跟你合作 Toyota GM BMW 都一样 只要是一线大厂 全部都不愿意跟Google合作 我是汽车厂 我不要让这个行业让你攻过来 所以BMW说一句话 他说我们要是坐汽车的 但是公司以后要有最聪明的 人工智慧大脑 否则我们BMW有一天 去跟 Google就会富士康置于苹果 我们不能当第二个富士康 我们不能让Google变成我们的苹果 同样的我们各行各业 包括我自己的领域在内 我们要让这些 像Google这样的厂商攻过来吗 还是我们攻过去 你问这个东西 所以我很好奇的 可以看一件事 就是说到最后这个自走车的市场 到底是资通业营 还是传统汽车业营 我觉得刚开始Google会占优势 但是再打下去BMW会赢 为什么 因为AI很简单 这是铺的梗子在这个地方 因为AI没有那么难 真的没有那么难 刚刚那个几节绝效抓到以后 只愿意投资下医 基本上就可以到位 所以我现在也是努力在合作 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医院 跟医院沟通 你要等资通业打进来 还是你要攻出去 资料都在你手上 know how 医疗的know how也在你手上 难道你真的要等资通业打过来 抢你的饭碗吗 应该不是这个样子的 应该不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每个人领域 其实也都是这样子 那我们可以预想到 以后的AI软体 界面会越来越简单 甚至于视窗拉一拉 模组拉一拉 基本的这个类成型网路 就可以开始运作 但是当然是要又做得好 那个还是需要这个 stay of work 那个感觉 还有对问题的真正的了解 那我们跟AI的关系 这是最后的通影片 就像这样的关系 意思是什么 我程式 我一定一行都不写 都是我学生写的 实验 我也都没有在做 都是我学生在做的 陷入我电路板 我也没有从来不拿焊枪 都是我学生在焊 他都比我快 程式也比我快 什么都比我快 对不对 那我跟他争着干什么呢 但是为什么研究生 是我知道 因为他们做过的事 我做过 但是我比他们 更comprehensive的 更广泛的了解 整个研究的动态 包括相关的know-how 我整合的能力 比这些没有经验的研究生 要强很多 但是无论如何 我的研究工作能够推动 这些优秀的年轻助手 都是最大的工程 我也觉得AI的工具 就像这些研究生一样 然后我们自己定位 就要定位成 We are the box 我们还真的就指导教授 然后把这个工具训练好 就好像我们把自己 研究生训练好一样 对我们以后 会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 今天报告就到这边为止 没有超过时间 还剩几分钟 欢迎大家提出问题 共同讨论 如果要先离开的话 也一点关系都没有 好不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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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